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Viking 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今天台北的天氣非常之特別 早上還晴空萬里 非常的熱 到中午之後就開始下雨 我們剛剛走進來 淋了一身是溼 但沒關係 今天天氣特別 就是因為我們要參加的活動 也很特別 就是 Super Soco 的電動機車發表會 其實 Super Soco 這個品牌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陌生 那根據官方他們自己的介紹呢 他們是澳洲的資本 然後在中國大陸設廠 目前在全球許多地區 許多國家 都有推出相對應的電動車款 那在台灣當然也有 那其實這個品牌之前 我記得幾年前 我就在高雄漢神巨蛋的地下室 我看到他們展出特別的展示車 當時我看到真的是眼睛為力量 因為目前台灣所主流的電動車 大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Gogoro 再來可能Ioness 中華電動車 大部分車型都是速克達 可是 Super Soco 不太一樣 他們所走的都是擋車的形式 看起來就是這種 需要跨騎擋車的造型 非常的優美 所以當時我看到這個車 就覺得這個真的蠻棒的 沒有想到今天2020年 新車發表會舉辦之後 他們不只繼續達到這種很特別的車輛 就連動力部分 性能部分也有所提升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一次 在性能表現上最好的TC MAX 其實如果你以外型來看 它這樣的造型很有英倫風 有Caffe Racer的感覺 有比較復古古典的味道 那這樣的車子 目前在台灣 如果你要買電動摩托車 是沒有的 那它除了造型亮眼之外 它所使用的這顆增製馬達 搭配上它的電池組合 它的最高時速可以突破100公里 來到時速105公里 而且它所使用這一個 72福特這顆大電池 如果充飽之後 在官方行動測試中 它的續航力可以達到140公里 這個是非常多的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問一下 如果它保持在全出力去騎 以我們這種8、90公斤來騎的話 其實它的續航力也可以達到67公里 所以如果你有騎過Gogoro 你騎過換電車你就知道 動力很強大的情況下 其實了不起就是5、60公里而已 所以基本的續航力我覺得它有做到 那其實今天在發表會開始前呢 我們有特別把這台車商界出去騎了一下 以台北市市區來說 它的起步動力其實算不錯 它起步出去那一下動力是非常大的 那在零 大概到60公里之前 其實它的加速算是游刃有餘 在這段距離之內 我不會說它的加速是很快 可以海放其他車 是如果今天我是一般的通勤 尤其在車座的情況之下 我也不會被卡在車陣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它動力有基本的水準 那雖然說官方的數字有說 它可以達到時速105公里 可是剛剛實際在騎乘過程中 不管是入場或者是它中後段的延伸 我覺得它沒有辦法讓我感受到 這種高速的魅力 那這個部分呢是比較可惜 那再來它的騎乘姿勢很有趣 我坐上去雙腳是可以踏地的 但是因為現在它有一個駐車架 所以掛上來之後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非常之帥 我自己覺得啦 它就是一個比較戰鬥這樣的騎士 因為這一台它是低法的 那這個操駕感受上 除了我們右腳沒有煞車 左腳呢沒有打擋感 其實就跟我們騎輕型擋 都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希望你騎電動車 是看起來更帥氣更有型的 我覺得像TCMAX這樣的車型 是很棒的 而且你看前面還配到了倒叉 那這一款它也是特別版 它有鋼絲框 如果說你想要的是比較不一樣的 它有很多的款式 很多的版本可以做選擇 甚至呢 還有一個特殊配備 等一下我們到後面再帶大家來看 那除了TCMAX之外 因為TCMAX它其實 不管動力 續航力或是配備來講 它都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希望把預算再壓低一點 你只是想要有擋車的感覺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不要選擇 動力最大的TCMAX 你可以選擇 也是TC系列的車款 其實TC系列啊 就是我之前 我所有在漢神看到的 它們每一款的造型 它的配色 我覺得都很有味道 很有韻味 這樣子對於 我們這種比較重視外型 整體搭配的人來說 這種車款 真的是滿好看的 那當然因為 車款車型的不同 所以乘坐起來的感受 也會不太一樣 像我現在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的屁股很濕 因為剛坐上來 忘了先撥水 翻濕的 但是其實這樣坐起來 它是比較 休閒 比較輕鬆的 我現在如果是 到家裡附近 或是說我的公司離住家 並沒有太遠 我覺得你讓我騎著 這樣一台電動車 去路上兜兜風 我覺得很棒 那同樣的 TC我們有把它騎出去 不過這次我們借的TC 是電架車 因為這台車他們其實 平常自己也很喜歡騎 剛在騎乘過程中 因為TC它的動力 它的出力 並沒有這麼大 以目前原廠TC標準的動力輸出 它的最高速度 是來到時速80公里 使用的是輪廓馬達 可是在騎乘的過程中 你也不會覺得說 這個車很慢 跑不動 倒不會 因為我平常 在台北市區 我很喜歡使用共享騎車 不管是Goshare Iran 或者是Wemo 其實我能夠明白 我們在市區裡面 大概需要的速度 尤其是中低速 大概是什麼樣的動力範圍 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TC它的表現 是OK的 它比我們所使用的 共享騎車還要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會覺得 滿休閒滿自在 尤其早上的天氣非常之好 所以跟TC Max相比 確實它的動力 沒有這麼的強大 可是如果你所使用的就是短程 你要的是一個中低速的加速 以及我們剛剛所不斷強調的 中品味這種質感的話 那我覺得TC 騎起來的感覺 也是不錯的 那續航力它有分兩個 因為剛剛我們說了 TC Max它是使用一顆單一的大電池 是72V的 那它所使用這個充電電池 是60V的 你最多可以擴充到兩顆 它這個動力有三段的模式可以做選擇 那如果是兩顆全保的電池 在他們標準的測試行走模式之下 續航力可以達到200公里 如果你保持在最高出力 然後就像我們每次在路上騎 都是全油門 只有一根臉的話 其實它的續航也可以達到 六七尺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基本我覺得 以一般騎乘 日常通勤來說 我覺得是OK的 那當然在台灣講到電動機車 你一定會陷入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充電好還是換電好 那這個問題其實 如果你住的都是市區 你附近很多換電車 那換電當然很方便 但如果你的通勤距離 你的住家距離 你每天要去的公司 去的目的地並沒有很遠 而且到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車子放著充電 其實選擇充電我覺得也很棒 重點是它的型 整體的質感 我覺得非常的好 這個呢 是你目前在一般的電動車 尤其是速克達形式的電動車 比較沒有的 甚至它有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特殊配備 什麼配備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看 什麼是很神奇的配備呢 現在就示範給你看 我們現在把車輛發動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有引擎的聲音 你沒有聽錯 它有模擬引擎的聲浪 這樣的功能 這選配功能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有時候我們騎電動車 就覺得太無聊 都沒有聲音 現在它直接模擬給你看 而且它會隨著你的油門開動 它的速度去做變化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覺得這聲音不好聽 沒關係 按一下 再按一下 可以換 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說這個功能 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呢 神奇吧 我也沒有想到 剛剛他們跟我講的時候 我還想說開玩笑 結果意思真的還不錯 還可以變不同的聲浪 不知道它未來有沒有開放 說我可以錄自己別台之後 可能我今天有一台300的 可能有一台600的 我自己錄自己的聲音 來弄進去 不知道搞不好可以 好 但是不管 因為我們今天要買車 你有再多 新穎的配備 新穎的想法 最重要的關鍵還是什麼 價錢 那目前呢 這一次 TC還有TC MAX 他們有很多的版本 很多的選配可以做選擇 所以這邊我們直接 把價錢列出來 給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說你對這款車有興趣 或者是你一定要 某一個選配的功能的話 你可以依照這個價格表 來看看你的預算是否補合 但是回到現實面 今天要買車 不管你的用途是什麼 是要玩 是要通勤 其實一台車 通常超過七八萬 大家就會覺得有點負擔 有點貴了 甚至你像它的頂級版本 都要來到十幾萬 即便配備真的還不錯 原廠所有車系都配有 Kids 但是今天這樣的車型 是不是真的符合 每個人的需求呢 我認為不一定 如果只是通勤為主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便宜一點 汽油車就好了 但是我會想 如果今天你是手邊有點閒錢 你有多餘的預算 我會覺得 我會想要買一台 Tissimax 因為我覺得它的動力比較好 但這個車買回來 我不會單純的做通勤 我一定會拿來做改裝 因為你想想看 它看起來就是一副欠改的樣子 什麼叫欠改 就是你換了一些套件 它可以展現出不一樣的味道 我覺得這是玩這很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這樣的車有基本的動力以後 我去做一些改裝 我在附近 我覺得我一定要買個便當 心情也都會變得很好 所以如果 你手邊有多餘的閒錢 想要玩車 但是你又覺得 我不需要玩到動力 性能 只要動力上 有一定的水準 剩下的 我比較想要的是 風格上的展現 那我覺得TC系列 或者是 Tissimax 都是很適合的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在這個 Super Soco發表會 現場所帶來的 新車發表會的 快訊報導 其實他們家的車很有趣 不只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這兩款 它有其他不同形式 不同的版本 那目前他們在台灣 也有很多的經銷據點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進一步的了解 你要去看看實車 包含 蘇克達的形式 包含這種擋車的形式 你想要了解 都可以直接到店面來看車 來賞車 當然最重要的是 想要買車 就去看車 想要了解更多車界 相關的情報 相關的資訊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幫我們的影片點個讚 按個喜歡 按個分享 我是小三 謝謝你們收看 下次見 拜拜